民俗文物館外阶梯坐滿大批民眾 家長帶小朋友汗流浃背 拿扇子狂山 本該在冷氣旁比賽的小小選手們 汗珠狂低全英賽場 空調系統無法正常運作 應該賽前就應該先確認好狀態 我會開始了才在說 冷氣壞掉怎麼樣子 就是可能家長會覺得 小朋友沒辦法專心比賽 空調好像有點問題 進來說滿悶熱的 就滿頭大汗 有的已經熱到快受不了 一剛開始又沒有冷氣的時候 就是每個動線就是都很緊 主辦方式反應還蠻快的 連受邀來致辭的明代都熱到待不下去 考量到就是參賽者的安全和舒適 以及比賽的公平性 那我有特別建議主辦單位 比賽是必須要延期 台中市好日杯全國圍棋運動公開賽 二十五號在民俗武館的地下一樓 進行比賽 沒想到三百多人進場後實在熱爆 空調不夠強 也導致選手無法專心比賽 主辦單位則緊急將賽場移至二樓場地 空調設備有出問題 第二載眼空間它冷氣是好的 那我們因此就佔嚴賽局部分場地趕快移到樓上 主辦單位也與文物館委外單位協調 先讓國校以下一百多位小朋友 在冷氣正常的場地進行比賽 其餘兩百位則不得不延後賽程 而主辦單位也隨即澄清賽前場刊設備沒問題 本來推廣為期一般比賽惹著參賽民眾不開心 後續也會跟文物館委員單位討論 釐清責任 再次我們另外一隻現場 台中採訪不到